我是Tim 是Ivy化驗科學高級文憑的學生 我現在透過VDC旗下的積學計劃 在一間公正行擔任化驗技術院 負責食品化驗 我現在的工作重點是 負責檢測食品中 會不會有農藥核數把劑超標 其次是計算食品、成分 例如水分、試食纖維等 協助贊寫、測試報告、交予 食品代理商加入食物標籤 工作入面 我多數需要進行取養 以及用不同的技術進行水取、分離和純化 最後放動不同的儀器 進行相應的檢測和化驗 整個測試工序 我需要一手包辦 避免讓本受污染而影響結果 確保結果高度可靠 我從事的工作 涉及食品安全 和自己及大眾的安全健康 食息相關 此外 這份工作令我更加關注身邊 事物的本質 例如進食時 我會放些甚麼進口呢? 我需要找出食品中 是否有受規管的有害物質 為食物安全把關 幸好市民可以在市場上 喊到安全課心的食品 我覺得這份工作十分有意義 除了食物安全之外 科學化驗在日常生活當中 擔當重要的角色 例如分析環境樣本 好像空氣或污水的污染程度 或者兒童玩具素化劑 樣貌超標等 其實大眾對產品質素 或者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 化驗及檢測服務 需求亦相應地提升 而且因應政府的規例 亦會令到相關的業界 需要尋求專業的服務 例如近年政府修訂了 食物內有害物質歸例 更新了和加強 對食物內有害成份的管制 所以檢測及認證行業 對食物或其他產品的入口 分銷和零售都是重要的一環 檢測及認證行業的技術人員 可以透過了解 實驗室的營運和管理工作 從而開拓近港府的出路 我的小法寶是一支marker筆 它可以幫我 分辨不同樣本的號碼 易做分辨